第六十八期 墨语不解 小姐,她又给咱院下药了 总这么要来要去的,迎春姐她们受得了吗? 白赫然服饿 受不了也得受啊 小姐您得管管 问题我也管不了啊 我一不知道她啥时候来 二不知道她啥时候下药,怎么管? 她拍拍窗框 我说啊,姓时的 白天来吧 我这一院子下人三天两头一迷糊 容易迷糊出病来 是,病了我也能治 但关键费劲呢 你见过哪家小姐有事没事给下人治病的? 君木林想了想,点头 也行 我们家小然然,是个善良的姑娘 那往后我就白天来 但估计我要是白天来了 你回头得给你爹治病啊 我怕她迷糊 她看着我肯定得迷糊 那你就让她多迷糊几回 反正活该 那成,就这么定了 我去准备准备 明儿头五就过来给你送针 还有上次,你单子上捏的那些药材都一并带着 不过,我看你这院子挺小 那些药材送过来也没地儿放啊 行了 回去,我一起想想 看给你这院子改造改造 白赫然点头 行,那你回吧 诶,别啊 然然,你好歹让我看你一眼啊 我好几天没看着你了 怪小得慌 明天不就见着了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身边的丫头没迷糊 我那药是下阳丘给的 下的时候 也是掐着分量下的 别说没有武功内力在身的丫鬟 就凭我这次下的药粮 就是你爹身边那些个暗卫都得倒了 他为啥不倒 白赫然极了 你说什么 你有病吧 我这一院子妇女儿童的 你给他们下那种暗卫都能倒的药粮 我就问你 就照这种下法 他们下个月能行不 能啊 下个月肯定能 我都算过了 最多十天肯定行 十天 这回别说白赫然极了 就连墨雨都极了 小姐 十天圆还不得饿死啊 再说 咱们院的下人十天不露面 在府里也瞒不住啊 白赫然也气得直拍心口 报应 报应啊 白天我还跟那儿气别人玩呢 晚上报应就来了 君母领 你到底哪会儿的 外头的人一哆嗦 谁啊 叫谁呢 君母领是谁啊 小然然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 当着我的面 叫别人的名字 我跟你说啊 我可受不了 行 白赫然气得直翻白眼 石爷 石爷 你去给我装吧 使劲装 有本事明儿你也别认 谁认谁孙子 然然你别生气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翻墙进来的时候 不小心拌了一下 药洒了 不过 说到这儿我更纳闷了 你身边的丫头究竟什么来头啊 那么多药 都没把她给要到 该不是跟你一样变态吧 然然 你身边 要是还有像你这么变态的姑娘 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呀 我九个那儿也担着呢 肥蕊 不能流到外人田 墨鱼吓得一机灵 就 我可不干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小姐 您快跟她说说 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中毒 不止这次没中 上次也没中 但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奴婢不嫁就 不嫁就 白鹤染同情地拍拍墨语的间 在跟窗外的人算账 说谁变态呢 一大男人大奔月趴姑娘家窗户 你才变态 还有 我的丫鬟没什么特殊 之所以没晕是因为离我近 成功避过了你这个邪 别给你九个宝梅拉线 这样啊 君慕林感叹 小燃燃 你还真是 变态啊 她再次服我 行吧 刚说出去的话又给她还回来了 赶紧走吧 再不走明儿起不来了 君慕林挺失望 真不让我见 明儿白天见 行吧 就听你的 那我个走了 小燃燃 乖乖等着 明儿爷来给你撑腰 窗外的人都走了 白鹤染苦着一张脸拍拍墨语 去沸水吧 我要墨语 墨语 墨语有点凌乱 半个时辰前不是刚摸过玉吗 小姐还洗啊 不洗不行啊 她欲哭无泪 不洗澡 这一院子人可怎么整 白珍珍还在呢 她这个命真是 罢了罢了 忍吧 谁让她碰上了一个无赖 不过再想想明日即将发生的事 心中不由得期待起来 大半夜洗两回澡 白鹤染觉得除了她也真没谁了 墨语老老实实在边上伺候 几次欲言又止 看得直着急 你们当丫鬟的 是不是都有同一个毛病 她问墨语 有什么话就直说 这一会儿张嘴 一会儿又把嘴闭上 你说我就在边上看着 难受不 墨语想了想 好像是挺难受的 那奴婢就说了吧 其实奴婢就是想说 打从上回那位食业来 奴婢就猜到 她可能就是石殿下了 毕竟紫眼睛的 又长得那么好看的男人 这世上 据说除了石殿下之外 再没别人 白鹤染点点头 分析的还挺全面啊 那小姐 您怎么不接圣旨呢 奴婢看你们挺熟的 关系也挺融洽的 为何迟迟不接赐婚的圣旨啊 墨语八卦的心蠢蠢欲动 白鹤染却纳闷了 墨语 你是什么时候瞎的 据我跟她的关系 能用荣恰儿子来形容 能 能吧 墨语分析 虽然每次都是又打又骂的 但也不是真打真骂 过后不是还能和好吗 有句话说得对 打是亲骂是爱 所以奴婢觉得用一句融洽来形容也算准确 准确吗 她实在不能认同这丫头的观点 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于是摆摆手 罢了 你说融洽就融洽吧 她起身迅速披了条毯子 把这桶水一瓢一瓢咬出去 挨个屋撒上 记着 撒的时候离昏迷的人近一点 每个屋多撒些 墨语愣了 这是什么路子 大半夜洒水 还是洗澡水 二小姐没毛病吧 我放药了 白赫然无奈地告诉她 洒完之后 明儿一早他们就能醒过来了 墨语蒙了个蒙 什么时候放的药 她一直在边上伺候着 真没看见放药啊 不过她没有再问了 有些事情主子说是 那就是 做吓人的不该太多嘴 事情知道的太多没好处 于是领命而去 再回来时 白赫然已经睡着了 墨语放好仗帘却没有离开 而是在床榻边跪了下来 认认真真地给白赫然磕了个头 墨语谢谢小姐救命之恩 也谢谢小姐不计前嫌 小姐您放心 奴婢这条命今后就是您的 只要有一口气在 就定会护您到底 今后若是命没了 那么来世做牛做马 也会继续报答小姐的大恩大德 次日醒时 白赫然没等到君墓林上门的消息 倒是先听了白金红那信 是迎春告诉她的 奴婢晨起时出去打听了下 大小姐昨日受了惊吓 还冻着了 回去之后就一直发热 而且越来越热 老太后派了太医过来 折腾了一宿 好像也没见多大成效 再加上在水里被五小姐打了一顿 外伤也把大夫们泪够呛 据说二夫人下了死令 若大小姐的脸和脖子上留下一点疤 就要了那些大夫的命 白赫然撇撇嘴 大夫条内之外 没听说还管整容的 迎春自行消化了一下整容这个词 多少能明白点 于是继续汇报 五小姐也在病着 听说情况比大小姐还不如 虽说昨儿她的情形 看起来比大小姐好得多 可嫁不住好大夫都被送到了风华院 叶姨娘的竹笛院里 就只分了个年纪轻轻的小大夫过去 听说只是个学徒 这还是第一次单独给人瞧病 这么一耽误 五小姐那头就也不好了 这样啊 白赫然想了想 说 这就不对了 同样都是孩子 怎么她白金红就比白花言高贵了 虽说一个敌一个数 可她那个敌可不是咱们白家的敌 这么一笔 还是五妹妹亲近一些 迎春复合道 小姐要是这么比较 那还真是这么个理 可说到底 她们两个都不是善茬 而且还是一条心的 谁也没比谁亲近 正说着 墨语端着水盆子走了进来 接着说了句 也不见得真是一条心 若真是一条心的话 昨儿五小姐也不能被大小姐 框着去杀人 迎春被她这话吓得一哆嗦 什么杀人 杀谁 墨语一边伺候白鹤染 换衣喜树一边说 昨天我送完大夫人的牌位后 就往云梦湖去 到时正好听到五小姐说 她原本想推的是二小姐 我当时就想 凭五小姐的脑子 不要命的傻劲够 心机却没多少 她应该想不出 把人推到湖里 再自己跳下去打一顿的点子 更何况 我还看到二夫人当时十分紧张 好像水里有什么 让她害怕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还能有水怪不成 迎春一向对墨语 没什么好印象 微言耸听 白鹤染笑着告诉迎春 还真不是微言耸听 墨语点点头说 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以我对二夫人的了解 不难猜 这么一说 迎春更气了 是 你多了解二夫人呢 因为你本来就是二夫人身边的人 是叶家培养出来的暗哨 是二夫人安插在老夫人 和二小姐身边的眼线 迎春间 墨语的情绪跌落下来 我打从被卖到叶家 就只能认叶家为主 做奴婢的没有选择 哪怕我心里明知道 那样做是不对的 也不得不做 她的话让迎春也沉默下来 一直以来对墨语的敌意 在这一刻减轻了许多 是啊 做奴婢的没有选择 哪怕主子让他们去杀人 他们也得去 但是你现在有了新的选择 那以后就好好的 不该做的别做 迎春告诉墨语 虽然我从前 也是老夫人身边的 但自打跟了二小姐的 那天起我就知道 以后我只能是 二小姐的人了 老夫人的话就算要听 也得排在二小姐之后 希望我说的你能明白 墨语点点头 背过身去 迅速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再转回来时 依然是先前的模样 只是白赫然注意到 墨语的眼圈红了 他对这两个丫头 还是挺满意的 迎春成熟稳重 能把念习院打理得 井井有条 墨语虽说是他策反来的 但他救过墨语一命 也许墨语看到了 夜市洞的杀鸡 有这一层关系 再加上他白赫然 看人一向很准 所以根本也不担心背叛 两个丫鬟 一个沉稳 一个是习武出身 又有多年的眼线经历 心思是非常细腻的 他初来乍到 身边缺的正是这样的帮手 缺一不可 走吧 咱们去给祖母请安 白赫然洗漱完 换好衣裳 带着两个丫鬟出了门 只是这次去锦容院 他并不打算 只单纯地请安 还有一件事情 要办上一办 请安静